今天是很多人很开心的日子 因为港大的教授相其中 被上诉庭判去上诉得值 发言重审 而且我个人认为 应该在这次重审之后 被判误杀的机会是很大的 为何会这样说呢? 稍后我最尾时才会分析一下 为何我认为被判误杀的机会是很大的 首先我说一下这次为何上诉得值 但你要知道他为何上诉得值 你要知道他当时是怎样抗辩 即是在原审的时候是怎样抗辩 事实上这些宗案 跟我的频道有点关系 时间性有点关系 因为我的频道由转型成为 《奇案频道》之后 或是发表分析的频道之后 其实首几段片就是分析张奇宗案 当时刚刚审完这宗案 而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何会被判谋杀的 因为很明显是误杀 当时很多人质疑 会不会当时的法官说他的话 而令陪审员判他谋杀呢 当时的法官说什麽呢 当时说 很明显 今次张奇宗是有意图杀死死者的 所以这件事 大家不用判断了 他已经知道他是有意图的 所以当时公众有很多人就质疑 怎会呢 如果你说他有意图杀死死者的话 那就叫他谋杀吧 因为你知道所谓谋杀是什麽意思呢 谋杀就是你的行为 导致死者死亡 而你做出这个行为的时候 你是有意图杀死他 或者严重伤害的身体 如果法官现在说 你是有意图这样做的话 那就是说他谋杀吧 又或者不要想得这麽复杂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谋杀的定义 总之你想 你有意图杀死他 那还不是说你谋杀 误杀就是说没有意图嘛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 法官在这一句出错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尚数庭不是因为这句说话 而令到将其中尚数得值 那为什麽这句说话是没有问题呢 如果你是我频道的忠实永等 你会很清楚 所谋谋杀的定义是什麽 误杀的定义是什麽 我在《大乔村无头女尸案》那段影片 也很详细讲了 误杀是有什麽种类 其中一个种类就是自愿误杀 自愿误杀就是说首先你是符合谋杀的条件 即是你是谋杀的 不过辩方就想将它抗辩 抗辩到减为误杀 所以这一中案就是 将其中的中案就是 其实控方认为它已经合乎谋杀的条件 不过辩方认为是 没错 虽然是符合谋杀条件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应该是减为误杀的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控辩双方在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控辩双方都认为 当时张其中在做出 杀死妻子的行为的时候 事实上 他的意图的确就是想严重伤害身体 或者想杀死她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 令辩方认为其实 虽然他有意图想杀死她 或者严重伤害身体 但是这个意图 是因为精神病而引致 他的责任意识减低 又或者是因为他被即时激怒 而引致他失去辞控 因为这两个原因而引致 双方认为陪审员判他 误杀罪名成立 而不应该判他谋杀罪名成立 所以原来他知道 当时彭保琴法官没有说错 起码这句话没有说错 所以不是因为他说这句话 而令张其中上诉得直 因为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上诉得直 原来就是在这两种抗辩理由里面 令法官说了一些说话 可能搞乱了陪审员的思绪 什么说话呢 首先我们看看 当时是怎样抗辩 首先 他说当时是有精神病的问题 精神病问题引致 失去责任意识 这是一个很普遍用来打谋杀 去用误杀的方式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不是只要他有精神病 他就是误杀了 之前我说的有关钻石山斩人案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很详细说了 有关精神病的考虑 绝对不是只要证明他有精神病 他就是误杀 不是的 如果是的话 找一个医生出来 说他是有精神病 那就搞定了 原来 在法律上 这个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 即是说 究竟他的精神病 首先他有没有精神病 的确是 首先他有没有精神病 然后 他的精神病 是否真的足以令到他 当时做这个行为时 失去了责任意识 即是说 精神病影响到他 没有了这个责任意识 或者这个责任意识 是需要减低 变成误杀 而且你要记住 是法律规定 只有以下这三种情况而引致的精神病 才可以计算 哪三种呢 第一种 就是 天生的 你一出生 就有精神病了 这个是这样 或者 你在法律的过程中 在某个阶段 突然停了 因为某些原因 令你失去的责任意识 或者 第三种 就是一个疾病 完全全是一个疾病 而引致 你有精神病 而引致 你的责任意识 降低了 OK 只有这三个原因 没有其他原因 这次很明显 张其中 不会是一个 天生 是一个 有精神病的人 他也不是一个 去到这麽上下 法律 持缓了 或者停顿了的人 引致责任意识降低 所以这次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他 会不会因为 一些外来的疾病 引致他有精神病 引致他的 责任意识降低 前半段 是一个 医学问题 由精神病医生 去提供意见 而后半院 后半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究竟有没有因为精神病 而引致 他的责任意识降低 就是在杀人的时候 有没有令到他的责任意识降低 OK 即是说其实 陪审员也挺辛苦的 当时要判断的 有两种 因为控辨双方 也有精神病专家 控辨双方的精神病专家 说的话当然是不同的 一相反的 所以陪审员第一要判断的就是 究竟哪一批精神病专家 说的话才是可信呢 OK 所以在这一点 原审法官是没有引导错误的 他的确是引导他 现在有两批精神病的意见 你就可以两边都不信 又或者试试信一边 又或者每边都信 总之最后你可以采纳 某一些精神病医生的意见 OK 这是第一部分 即是说根据精神病学家提供的意见 令陪审员不判断 其实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 OK 但是单单判断到有精神病也不够 还要判断当时他的行为 他杀人这个行为 究竟是否因为这个精神病而引致 他的意识 即是他的责任意识 降低了 这就是陪审员要判断的事情 好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法官在这两方面的引导的时候 是出了少少乱指的人 什么乱指呢 首先前半月 前半月所说的就是 究竟他是不是精神病 首先判断了这个人 他一定不是天生的 不是发育磁缓 而是他的疾病 究竟他的疾病 譬如现在说他有抑郁症 那他的抑郁症 是不是真的呢 当时他在案发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有这个抑郁症呢 这件事是第一件事要判断的 而判断这件事的时候 陪审员只需要听精神病医生的意见就可以了 当然我刚才说了 精神科医生 也有两种意见 空变相方有两批精神科医生 所以他听完精神科 空变相方的精神科医生之后 就要作出他的裁决 究竟当时他有没有精神病 他有没有受到精神病的影响 这是第一点 所以当时原审法官就说 你是不用你姓郑的心理学家的证功了 因为姓郑的心理学家 他不是精神科医生 所以在判断 究竟当时他有没有受精神病影响 这个环节里面 其实是不用你那个心理学家的意见 虽然他也是专家 他是心理学专家 他也是一个辩方的专家证人 但是在这个考虑 考虑是否精神病的时候 其实是要听回精神病专家的意见 所以这一点本身旁观是没有说错的 但是问题 之后他还要判断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当时究竟在案发当下 他做出杀人行为的时候 他受精神病影响的水平 是否足以令陪审员觉得 是可以减低他的罪责呢? 这就是纯粹一个陪审员的事实裁决的问题 而这一点是应该看完所有证据 所有证人的证据之后 作出一个综合的考虑 所以这两点其实是分得很清的 即是你判断他是不是精神病的时候 就只是听精神病专家的意见 然后再综合考虑所有人的意见 包括事实证人的意见 专家证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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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的意见 先去判断 究竟将其中这个人 当时在杀死妻子的时候 他受精神病影响的水平 是否足以令陪审员觉得 他可以减责 去误杀呢? 所以其实应该要很清楚 指引陪审员在哪个阶段判断什么时候 你要只是考虑精神科医生的意见 而考虑什么时候 你又可以考虑姓郑的心理学家的意见 但是很可惜 当时彭冠在印度这一部分的时候 似乎有可能令陪审员搞不清楚 其实何时要考虑姓郑的专家意见 何时不用考虑 所以随时搞到最后 因为他之前说了 你不用考虑姓郑的专家意见 之后又要综合考虑所有意见 究竟姓郑的专家意见要考虑还是不用考虑呢? 是否好像我刚才分清了 原来纯粹前一部分就不能考虑 后一部分就要考虑 由于今天 上诉庭法官就会认为 我不知道其实 当时陪审员在判断 他的精神病水平 会否引致他说到误杀的时候呢? 是否要考虑心理学家的意见呢? 本来是应该要考虑的 但如果他听我的前半段 然后后半段听不清楚 又说得不清楚 会不会他其实都没有考虑呢? 那就变成了一个可能性 陪审员作出这个判断的时候 是出错了 当然了 整个案子还有另一个争辩 另一个争辩就是 辩方都认为 其实他是被激怒至不能自控的 所以 上诉庭法官都认为 其实 心理学家的意见 都可以作为考虑 究竟当时一个合理的人 会不会被激怒至 所谓合理的人就是 以将其中的同等背景 同样学历 同样年纪 处于同样处境的人 会不会有可能在这样的状态 会被激怒至不能自控? 原来其实 那个心理学家的意见 都可以考虑 当然 其实辩方是漏了招的 辩方当时 就在讲心理学家 即是在结案陈词的时候 他在讲心理学家的意见的时候 就没有用他来支持 有关激怒至不能自控 这个论碟 他只是用来支持 精神病减宅这个论碟 但是 上诉庭法官就认为 虽然辩方没有讲 但是事实上有影响 法官也应该是说出来的 而法官当时没有讲 所以也是会有影响的 在这个时候 控方 即是律政司的代表 就说 喂 这个影响很细微 其实整件事 大家都听到了 陪审员都听到了 法官的指引 其实也很不清楚 只是说 你可能觉得陪审员有机会误会 这个误会的机会是不是很大呢? 而且影响是否很大呢? 上诉庭法官当时就说 其实 这次是5比2 5比2 即是5比2 其实如果有一个陪审员 不是这么想 整件案就不同了 就不会是现在的答案 只要有一个陪审员不是这么想 所以上诉庭法官就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是5比2 而不是7比0的情况下 也不是9比0的情况下 事实上 这个射微的影响 可能也很影响整个判断了 所以上诉庭是认为 这件事 是对张其中 是不公平的 应该那一点 即使那一点的影响 都应该要发言重审 希望新的陪审员 在正确的指引之下 正确的引导之下 能够得出更加稳妥的答案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 不是因为上诉庭 认为陪审员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而是认为法官的引导 可能会令陪审员的判断出现的问题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刚才我不是说的 我认为 其实今次 再審的时候 会被改判误杀的机会 是很大的 甚至我可能会认为 今次如果去认误杀 可能律政师可能会 接受去认误杀也不奇怪的 就算不接受也好 新的一批陪审员 他们多数会判刑他刑杀 不会再判刑他谋杀 为什麽会这样认为呢 因为 现在这宗案 许金山的宗案 上诉得直 大家有什么反应 张其忠的宗案 上诉得直 大家有什么反应 大家的反应很不同 说 随着时间的发展 越来越多人对许金山 觉得不值得同情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 越来越多人对张其忠也是地表示同情 这些小小的同情之心 我不是说陪审员会用非理性的方式去审案 但是这次的抗辩理由是一些很细微的抗辩理由 只是在想他有精神病这件事的影响 那个水平足不足以令到他的责任意识降低 这件事是很虚的 事实上你对张其中的人的印象是怎样 是很影响你觉得这个受精神病影响的水平 足不足以影响变成硬杀 水平的东西是怎样去量度的 本身这件事是很不客观的 如果所谓客观是来自七个人主观地去想 那就变成客观了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另外也是 激怒即时激怒 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否足以即时激怒去到不能致控 真是两体 事实上当陪审员觉得 其实这样的情况 他这么好人 事实上真的很可能是 被激怒不能致控才会杀人的 5比2这个比数 是很容易变成4比3 甚至 调转 0比7 判去误杀 所以我自己就认为 我用乐观这个词 我会较为乐观的就是 认为 张教授其实 会很快被放出来的机会 其实真的不需要 当然 他还压位坐监 没有陈文森坐了那么久 但是 也算很久的 也不是很短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 他变成误杀之后 他不用太久 就可以寻获自由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在做完三浪案之后 就可能会再做一个 详细的版本 再详细的讲解 这次上诉得值的理由 记住了 我这个频道很难靠流量生存 所以想继续支持我的话 尽量入会吧 好 今天就这样了 请不吝点赞